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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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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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掉下來之後 我馬上減速 然後我就看到說 橋面上已經有兩三個工程人員 看到這個狀況 趕快趕去現場 要去做交管 我當然不敢過啊 東西才剛掉下來 所以說 所以說我沒有 我沒有要去冒險啊 今年五月就開始 做一些維修的動作 那這一陣子 有沒有傳出什麼 其他的狀況 還是說 今天算是一個 比較單純的意外 對你 會不會有一些擔心 因為他從五月份始終之後 就同時 就同時你 要上橋 一定要出去安全 那這一陣子 狀況不斷 這種施工之後 因為有 發生車禍 有死亡車禍 再來又今天發生一個 吊掛一個不勝的 達到 車輛的狀況 我們裡面是 每次經過這邊 覺得對這個 橋樑的這種架設 我覺得經理負擔算蠻大的 你們會不會覺得說 像這次今天這個意外 算是公安意外呢 還是真的七月 還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屬於 昨天有拜拜是不是 昨天 他昨天才剛拜完 中文普渡 正常的人 他真的是屬於一個意外 因為我看他 這個工地的包裝 也對這個工具安全 也蠻謹慎的 每天都有做 交管也是 有依照我的要求 做好交管工作 對 但是今天這樣的狀況 東西掉下來之後 我馬上檢視 然後我就看到說 橋面上已經有 兩三個工程人員 看到這個狀況 趕快趕去現場 要去做交管 我當然不敢過啊 東西才剛掉下來 所以說 所以說 我沒有要去冒險啊 對啊 台灣的眼睛 民視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